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新乡亲大会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我的搭档 淳叶 孟非你好 大家好 现在就去各大应用市场 搜索下载去头条APP 精猜嘉宾牵手结果 瓜分百万大奖 每期第一位被选为心动的 留灯嘉宾将获得按摩椅 博明体牌 爱丽丝特赞助的主王按摩椅 今天来跟上一期节目的 两个家庭老朋友打打招呼 王一坤家庭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是二号男嘉宾王一坤 上次回去之后呢 我的生活一直处在一个 水深火热之中 怎么说 由于我呢 上次有点挑剔了 结果没有牵手成功 回去之后呢 被各路家长的各种教训 我也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 我希望这一次呢 可以用我的真心来换取一个 心动女孩的方心 希望孟爷爷也能帮我美颜几句 谢谢 喜欢 喜欢颜子包的 很坚定啊 好 来 四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四号男嘉宾写超杰 上次参与了录制以后 我的恋情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你那次不回 你那是最强背景版 你跟我走 我选择哥哥 对 我上一次没有输给男嘉宾 但是输给了男嘉宾的哥哥 我很诧异 这次来了以后 我就首先先关注这次的男嘉宾 有没有带哥哥弟弟的 那不是哥哥吗 所以我先问一句 有个结婚了吗 坤哥没有结婚 彭哥结婚 彭哥结婚了就是了 心里有阴影了 我是四号男嘉宾谢超杰 一名来自河南的小伙子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 谢谢 我差不多了 来 两位 请就位 本嘉宾由真爱APP提供 下载去头条教你谈恋爱 又能领红包 有请今天的一号家庭 你好 你好 他也挺帅的 对 你好 你好 看你一下稍微长一点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刘辉元 来自重庆 今年29岁 现在是一家财务咨询公司的合伙人 记下 记下 我之前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 我看一个结婚的结婚了 孟爷爷 您可是我的大福星呢 你说你有过一个短暂的婚史 然后说我是你的福星 没有 您之前在节目上老说 您要开一家重庆小面 这是无论别钱的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就受您启发开了一家 然后生意特别特别的好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像您这样子在全国有几万个 至于我开面包这么正确不重要 重要的是像很多 几万个像他这样子挣了钱了 很高兴 然后今天参加节目呢 想再次脱孟爷爷的福 帮我找到一个新级的女孩子 弟弟科长军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是刘克林的弟弟 这不会也是个黑马吧 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还有一句话呢 就是丈母良一声吼 哪个女生不懂一懂 我哥呢 不仅会对他的未来的老婆好 还会对他未来的丈母良好 我们那还有一个习俗 就是要把美酒 竟给我们最敬重的人 狼牌特军这个酒真的不错 这个酒我喝过 我才能推荐给别人 现在喝这个酒有三个好处 第一 能获得邮轮旅游 第二 能够获得我签名的 狼牌特军见场酒 第三 还能得我们 新乡亲大会的门票 好超级哦 欢迎你们 来 请就位 本嘉宾由珍爱APP提供 有请三号嘉宾 大家好 他好高啊 有压力 有压力 我这个相高的比例 相从梦画里走出来的 孟宴宴 观众们 爱好 我叫黄欣 今年25岁 来自于四川成都 然后自己开办了一家 少年的培训机构 然后呢 我的爱好呢 是唱跳 Rub 她还要开拳 这唱跳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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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 明言我能真的看见 today 爱少说一点 想陪你赴近一天 喝一会 我 auch想мы尽 好可爱 哎呦 爱你 不错 满满的少女风 这是爸爸妈妈是吧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儿子从小就不让我费心 这次来乡亲大会 我希望他能找到一个 他喜欢的女孩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家里 就有一点建议有婚式的女孩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我特别喜欢那个女生 怎么办 也可以 老的就好 还是儿子喜欢重要 对 这个家庭 家庭不错 不可以 好的 欢迎你们 本嘉宾由是家人提供 有请5号家庭 你是唱跳 说唱他是篮球 他有点胖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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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老师好 你好 我是丁天忆来自陕西西安 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学院 好 高财神 高财神 现在是匿名体育解说 好 这次很高兴 你可以来到新乡亲大会 一旦我认定那个他 我必定会和你携手一声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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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丁天忆的妈妈高老太 你好 丁天忆说我有一颗零零厚的心态 是因为有一个爱我的老公 和一个优秀的儿子 好浪漫 有一个小要求呢 是教育背景要好一点的一个女孩子 是985 他们共同努力 如果要是985的话是最好的 对学历要求还蛮高的 我上来就得问一下 是985的 你们就聊了 不是985就不聊了是吧 也不一定吧 211也能考虑是吧 都不重要 喜欢最重要 演员最重要 好 欢迎你们 谢谢王老师 本嘉宾由真凯APP提供 有请6号家庭 这是姐姐还是妹妹 她姐姐嘛 大家好 我是6号男嘉宾彭伟成 我来自中国台湾 毕业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的商学院 我现在从事的是一间国际学校的商科专聘教师 我心仪的女孩的话 我希望她是一个直爽的女孩 直爽 但是她的外表也要可爱 我的理想的女孩可能就是 来自东北的林一辰 那是什么味道 没有啊 另外我也很喜欢音乐 所以我今天带来了Saxophone 给在场的各位嘉宾演奏一群 好 欢迎 好 欢迎 这个身高再配上这个才艺 确认过眼神 希望我找到我的林一辰 好 可以的 好浪漫 长得也帅 还有才艺 妈妈 我是彭伟成的妈妈 大家好 那我的理想媳妇就是 只要顾家 然后她比较温顺一点 温顺 像在说一个动物 对 温顺一点 身高不要太高 大概160就好 要像姐姐这么高 好的 也是很具体的要求 欢迎你们 谢谢 来 谢谢 欢迎进入去头条新相亲大会 本节目由去头条APP独家冠名播出 现在就去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下载去头条 近餐嘉宾牵手结果 瓜分百万大奖 上苏宁拼购小程序搜新相亲大会 泰国精神榴莲 现实一元拼 美味百变 吃心不变 本节目由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黄豆酱赞助播出 幸福时刻 赫狼特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您 宴席和狼牌特区 迎豪华游轮之旅 立白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本节目由幸福助力官立白赞助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 特别支持播出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好可怜 有起头条 教你谈恋爱 又能领同胞 有踢台的感觉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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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吓得 这个模特 这人 这个模特 这种模特 好 好漂亮 多多关注一下二号 好时髦 我喜欢 有没有新的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朱迪 今年29岁 是一名师兄博主 目前经历着自己的服装品牌 我想要在这里找一个品味有点高的男生 能够喝得住我 来自哪个城市你住在 贵州贵阳 我觉得它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我也喜欢 那么戴上眼镜了 因为我要看清楚 那边是 哈喽 大家好 亲人 大家好 那个是我的少女妈妈 那个是我的穿人爸爸 她爸有点像个动画人物 熊大熊会儿那个 戴个帽子 我是朱妮的爸爸 我叫朱延桥 我希望的女儿呢 她找一个对她好一点 能够代替我管她的人 这就是我的心意 好 谢谢大家 有一种大哥的气质看到没有 上苏宁拼动小程序 泰国榴莲一元拼 先选一个心动家庭 12号 你好 你好 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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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拼购为牵手嘉宾 准备了定制礼物 上苏宁拼购小程序 泰国榴莲限时一元拼 我是几号 我是五号 我自己已经紧张了 已经开始紧张了 你知道吗 有问题吗 一号 表辉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哥呢 品位也是稍微有一点高 是哪一点 是哪一点 他在我们重庆以前中学叫 重庆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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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较热 小程序 你这个差的好色 好 好 真体被快乐 为了 多来就来 好 好棒 你这个尝的好声 他叫以前有个外号 在我们学校 吴彦卓 可是我喜欢彭云彦 他喜欢彭云彦 彭云彦也可以 你也可以 也可以 不好意思 兄弟 我们来让那个辉哥说两句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从你上台我就一直在关注你 然后我考虑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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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就考虑很久 人家来了一共两分钟 他就考虑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我觉得女嘉宾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比较热肉一点的 比较我们的腾脆 我可以跟你唱首歌吗 女嘉宾 可以啊 好 我可以跟你合唱吗 不可以 可以啊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只迟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只迟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但是你还要多久才能和你陪着你 陪着你 谢谢 谢谢 好可哭 谢谢你啊 好可哭 不是说好一块儿唱的吗 我舍不得下口 好 来 来 我们待会儿再聊 那个2号 嘉明 你好 你好 我弟弟他从身高啊长相 都跟吴亦凡很像 而且像你说的那个彭于燕呢 我弟弟具备彭于燕很多品质 所以说你们两个非常搭 是啊 真的好搭啊 我们弟弟也很喜欢彭于燕 要请不要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3号男嘉宾 3号的爸爸 喂 儿子 你好 就是妈妈 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还挺喜欢他的 然后你可以推荐一下我 你说我身高1米9 左脸是彭于燕 右脸是那个 右脸线边 吴亦凡吧 吴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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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脸彭于燕 右脸吴亦凡 那是个什么样子的形象 我儿子说他挺喜欢你的 他说 姑娘 来我们家吧 我儿子身高1米92真的 这么高 对啊 是不是我很矮 他不矮了 可以 我只有1米58 可以 你们要走的一块 这就是网上说的最萌身高差 女嘉宾 我的儿子身高1米83 我儿子身高1米3 长得非常帅 笑起来非常眼光 你见了你一定会喜欢的 我们父亲父都带来了 我父亲父都带来了 我父亲父都带来了 我妈妈 ABC清透薄 让爱自在营动 好 我们来看女嘉宾的短片 谢谢 我叫朱迪 贵阳时尚界的第一名 我是一名时尚博主 曾经在英国士马里 学习过服装设计 好喜欢 找个这种女朋友 儿子 我们都是人 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就很好了 我好后悔 在这儿 这个片子里边 你是不是 镜头一出来 你就爱上自己了 那感觉 对 你们都喜欢吗 对啊 我们都喜欢 我觉得他喜欢那种男生 就是我 好 这个三号妈妈 一直在跟三号爸爸在那儿 撒去 我还 我叫他东方的眼 你看一下 三号爸爸穿的那个 玫瑰红的这个衬衣 你评价一下 有点显黑是不是 你要不然给我们 在这方面展示一下 可以啊 我今天就特意为孟爷 准备了一个朝人的搭配 我想现场改造一下孟爷爷 我试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保持得住 好喜欢这个环节 想想都开心 我给孟爷爷 选了一个特别的颜色 哎呀 霸气 因为我今天想让孟爷爷 做吴亦凡本人 他不就是我吗 我今天给孟爷爷 选的是这一件 这一件 太精彩了 我一穿上去 跟那个三号的爸爸 差不多是一挂的 你们也是把我豁出去了 怎么样啊 有一勾气的 这个都挡着了 我看不见 精彩吧 我的人生要改变了 这个扣子 你确定是男装吗 是的 太精彩了 太吵了 孟爷爷 你试试现在最流行的余副帽吧 好 太精彩了 全场的人都知道有多精彩 很实战了已经 你觉得像不像打鱼的 就刚打完鱼回来 就这个造型啊 孟爷爷 我们来个吴亦凡的眼镜怎么样 跨鼻子上的 孟爷爷 你今天配合度好高 走地方 走地方 欢迎来到2019 新乡亲大会秀场 春夏秀场 我要到哪个店那边去 买衣服的时候 服务员要给我拿这个过来 我会认为他疯了 真的好喜欢这个女生 姐姐确定她是时尚圈的大咖吗 就这个水条 好衣服大家都喜欢 但是你这么喜欢 那就存在着一个清洗的问题 我推荐用全国销量领先的立白 中国10户城市家庭 7家用立白 好东西 她的陈美可能是就是偏小众一些 所以她有她自己的思路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穿这个衣服 那我绝对是上不了街的 那还好吧 我觉得成都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我什么奇怪的东西我都见过 我要打电话灭灯 喂 喂 毛儿你好 我是5号男嘉宾丁天玉 麻烦帮我接一下我的妈妈 来 5号妈妈接个电话 小胖胖 老妈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对于衣服什么的 我还是蛮讲究的 然后我刚刚看她给孟爷爷搭的那身 可能是太属于梯台了 所以我希望你帮我灭掉好吧 好 李嘉宾 你好 你好阿姨 我儿子说她平时对这个衣服 也是比较讲究的 但是她刚才看到你给孟老师搭的这个衣服 她不太喜欢 好 我们就退出了 孟爷爷 我要说话 喂 你好 喂 孟爷 我是4号嘉宾谢超姐 我希望转接我的妈妈 4号妈妈 喂 妈 喂 儿子 这位女嘉宾的年龄 确实大我5岁有点多 然后 我觉得还是帮我灭掉灯吧 一定要委婉 好的 我知道了 女嘉宾 你的确是很优秀的 但是比我儿子大几岁 我儿子想你的好的 2号 你好阿姨 等一等 你好 孟爷爷 我是3号男嘉宾 帮我转接一下我父母 3号 我 他的身高 身高年龄也是 大我5岁 然后身高1米58 有点太矮了 我觉得有点 知道了 好 我儿子也说 那个就生年龄 大了一点 还有那个身高的问题 不好意思 29岁大吗 29岁大吗 喂 下发的脸好更难 喂 孟爷爷 我是2号男嘉宾王一坤 我想扩音跟女嘉宾对话可以吗 来 把2号的声音扩出来 你好 是这样的 刚才她们就是觉得你这不好那不好 但我觉得你很好 但我觉得你很好 你出什么起来好多年了 我觉得你就是很好 而且我身高可能有点高 就是一米八八 但是我觉得对于你的服装来说 算是一个衣服架子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都能给你 虽然说我年龄可能比你小一点 但是 你多大 我是26岁 就是女大三抱金专的那一种 我为什么没有爆灯 因为我想更了解一下你 并不是说你长得不好看 没有打动我 我只是觉得那样有点不太负责任 我想多多地了解你之后 再爆灯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了 我强动不服 我就服务 我希望你能多多关注一下我 我真的很喜欢你 明白了 同样是年龄差四岁到五岁 那边几个男嘉宾觉得连差五岁 他们就觉得差五岁 他觉得就OK 你只要不介意就行 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本来它就是需要去穿的比较夸张一些 不过生活当中我会选择更舒服和舒适的一些衣服在家里面是这样子的 最后一个电话 最后一个电话 喂 哎 莫爷爷你好 我是一号男嘉宾刘慧元 我想公放我有一个 一号的声音放出来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女嘉宾 我在五年前就是结尾次婚然后 然后很快就离了你对这个介意吗 不介意 我妈妈说哪怕比我爸爸大三岁她都无所谓 哪怕比我爸爸大三岁她都无所谓 好开明的家庭 这是你妈妈说的 我证实 阿姨真的是就是没什么要求 没什么的 都可以 年龄身高 只要能陪她分就行 然后我想对你们说的是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就是一直陪着你 到哪里都可以 只要你喜欢 这有点不错 那是因为我们都在一起的话 在房下 美丽百变 痴心不变 下面进入海添黄豆酱 返选环节 来 商务灭掉一盏灯回来 2号 6号当中留一个 不要 不要 2号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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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扭了 我也是 手机没扭了 跟姐姐可以一起逛街 姐姐都学习上很棒的 我弟弟也很近 谢谢阿姨 谢谢姐姐 谢谢你们 谢谢 来看两个家庭的基本资料 1号 刘慧元 29岁 财务咨询公司合伙人 2号 王宜坤 26岁 餐饮品牌合伙人 丽白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下面进入丽白甜蜜情报环节 你是小时候民族吗 对 土家族 祝刘公演 天生成功 欢迎李嘉宾到前江来吃火锅 干杯 这是我们结婚属的照片 那个时候还是挺烦 好 我那时候结婚的时间 套着信仰了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我们俩走到一起 也很不容易 属于自由的爱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属于 姐俩嫁哥俩 也遭到了家里强烈的反对 但是最终 我们俩赢得了自由的爱 得到了双方父母的祝福 王宜坤的这个婚礼 我们俩不会干涉 我们俩只会祝福啊 所以说女孩 你到我们家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这个 像爱护王艳坤一样 爱护女孩 本嘉宾由珍爱APP提供 来 让你的爸爸妈妈 给亲家对面的 有可能提一个问题 您好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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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家庭好 我想提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注意到她的 有时候脾气有点不太好 那你们怎么管她呢 第二次说管这个词了 刚开始说管 1号 我的老婆脾气非常非常大 我前段时间 我装修我的新房 然后我和我老婆吵架 我爸就给我打个电话 说如果你不把你老婆哄好 你的装修资金 我就给你断了 又把眼睛戴上了 戴上 2号 是这样的 我呢一直希望有个女儿啊 所以我觉得啊 我的儿媳妇来了 一定是我的一个闺女 那闺女好哄啊 哄好了 她不会发脾气的 阿姨说的是对的 我也有一个女儿 所以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特别不赞成 现在有一些家长说 女儿嘛就是要宠着 怎么宠都不过分 对对对 但是你想想看 你把女儿养到20多岁 她要结婚的啊 她要和另外一个年轻人 组成家庭过日子 你真的把你的女儿 宠得没规矩 脾气坏得要死 怎么跟人相处 到了那一天 你会为这事发愁的 对 会后悔 会后悔 我们都希望年轻人 在成长的过程 有一个好性格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孩 有一个好的性格 有一个好的脾气 在恋爱当中 两个人相亲相爱 有上有良的 这是最好的 来 有请1号 2号 我们来看心动家庭是哪一个 6号的背景资料 彭伟诚25岁 国际课程导师 为什么选择6号 孟爷爷问得太好 我有必要补充一下 因为叔叔和阿姨 从一开始一见都不一样 6号是阿姨选择 但是 叔叔全程用他的小手 表示着抗议 为什么呢 所有的嘉宾上来的时候 叔叔这样 1号上来的时候 叔叔这样 所以说很微妙的 这是阿姨的决定 你爸爸喜欢1号家庭 对 妈妈喜欢6号家庭 你喜欢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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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拖单就上真爱APP 与喜欢的嘉宾视频相亲 来 三位表白时间 余嘉宾你好 我首先想对你说 我们不管是年龄 还是身高 还是地域 还是工作 都特别特别地合适 我在毕业的时候就结婚 然后很快就离了 我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反思自己 这样你会更成熟啊 不需要反思自己 因为这不是你的问题 大家都有问题 多长时间你们这个婚姻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对 没孩子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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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他当时年纪 应该挺小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特别能够理解 你们这个行业的辛苦 因为我毕业就自己创业了 什么都干过 也赚过钱 也亏过很多钱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最好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到我 我觉得我在精神上 物质上都会给你 给你最大最大最大的幸福 希望你能选择我 谢谢 2号 女嘉宾 你好 我是王一坤 从见到你开始呢 我的目光就一直被你所吸引 我真的很想跟你牵手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的话 你不需要小心翼翼的 你完全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就不管你是温顺的猫也好 还是野蛮女友也好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足够的温柔与包容 这个就够了 这个就够了 我遇到你之后 我之前可能觉得我要找一个高的 我要找一个怎么样的 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 现在我发现当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其实那些原则都不是什么原则 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发现有趣的事 就像你发现了新乡亲大会 我发现了你一样 聪容其来 好甜哦 来 6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6号男嘉宾 然后我要先说很抱歉 我刚刚一开始也没有打电话 也没有就是没有让你留下印象的深刻 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我跟你会蛮适合的 就是我跟我姐姐常常会在家里 就会去买一些很特别的衣服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很合适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旅行 一起打卡 拍照 穿自己配的衣服 我觉得那应该会很幸福 我想要跟你说 希望你挺选我 现在要问问你的父母 心动6号是不是 我还是要跟你说的 但阿姨个人的意思是 我还是坚持吧 我们确认一下你不坚持 你太太要坚持 你们要拿个共同的意见 你们要拿个共同的意见 好了 那就不坚持了吧 那听你的 那听你的 你同意吗 我同意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男生 给你们出道数学体验 接个20年的婚 要40万 那接一辈子的婚 要多少钱 不花钱的吗 无价吗 1号 叔叔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它很奇葩的 你可不能按正常的 去推算吧 一辈子的婚就是我爱你 对吧 我觉得结一辈子的婚 要一辈子的钱 这个答案其实也不错了 我觉得啊 我觉得一辈子的婚 不花钱吧 你给你的标准答案 最终答案是9块9的 明证局领证就是9块9了 现在已经不要钱了 现在不要钱了吗 我那会儿是9块9 我没结过货我不知道 我最近些年也没结过货 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 下载去头条教你选男友 又能领红包 来 最后你要做决定了 1号和2号你的选择是 1号 1号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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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现在打开去头条APP 参与竞猜嘉宾相亲结果 瓜分百万大奖 下载去头条看更多相亲资讯 去头条APP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去头条APP 独家冠名播出 现在就去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下载去头条竞猜嘉宾牵手节目 瓜分百万大奖 上苏宁拼购小程序搜新乡亲大会 泰国精神榴莲 现实一元拼 美味百变 吃心不变 本节目由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黄豆酱赞助播出 幸福时刻 赫郎特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您 宴席和狼牌特区 迎豪华游轮之旅 感谢传承300年 调及书与好容颜的 广与远订婚单 为本场女嘉宾提供暖心礼品 我的选择是 你 2号 当然了 你 上了就太喜欢你了 有请嘉宾进入阿道夫 襄爱重电站 哦 你一上来就上二号了 我觉得2号的妈妈没说错 妈妈喜欢6号 爸爸喜欢1号 她说 女儿喜欢2号 哎呀 好开心哦 这个结果你们满意吗 挺满意 还是最后姑娘喜欢 比什么都重要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两口子 特别觉得赞赏的是 妈妈的这个态度 别帮我吓一跳 说年龄没有问题 身高没有问题 找一个比他爸大 3岁都没有问题 对 她说只要陪着女儿 可以一起两个人出去闯世界就可以了 你已经比我的境界要高得很多了 向你致敬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苏林苹果为你送上泰国榴莲 赏苏林苹果搜新乡亲大会 泰国榴莲一元品 我当时看着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帅哥 跟她聊天了以后 我就觉得她这个很有主见 而且很有情商的人 这个人是我想要的 当时台下说选我的时候 我腿都在抖 后来逐渐选我的 我感觉好像跟做梦一样 幸福时刻 赫朗特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泥 有请新的二号家庭 好 郁佳哥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做个自我介绍吧 哈喽 大家好 孟哥好 我们是二号家庭 我叫马晓东 我们家庭特别注重养生 然后我已经养生有五年了 你已经养生五年了 对 就是我们家所有人每天晚上 都必须要泡脚 温水泡脚三十分钟 所有的家庭成员 到点了之后一个人弄个木桶 对 就是有去湿的 有补身体的 有排毒的 各种各样的 觉得其乐无穷 对 然后我比较喜欢 就像六号家庭这种 就是有姐姐 一家人其乐融融这种感觉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马晓东的妈妈 大家看我 好看吗 好看 谢谢 谢谢 温宜 那么我家儿子呢 他不仅有男人的这个宽广的胸怀 而且他还有女人的那种细致 要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呢 我想找一个 就是跟我家儿子三观相合的 只要他喜欢我全力支持 好的 欢迎你们 请入座 本嘉宾由真爱APP提供 下载序头条教你谈恋爱 又能领红包 有请二号女嘉宾 你好 大家好 这个好可爱 这个好可爱 这个我不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 可爱的 你好 是我喜欢的类型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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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没关系 很好 谢谢阿姨 好 谢谢阿姨 新嘉宾是我们下旅行的类型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你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叔叔阿姨好 孟非老师好 我是二号女嘉宾 黄湘玲 是一名湖南人 然后现在在上海 当一名舞蹈老师 我希望自己能找一个成熟的 然后情商高的男孩子 然后一定要给我安全感 我一看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我觉得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先观察一下 那边是你的 跟大家打个招呼 阿姨 阿姨有点紧张了 对妈妈害羞 阿姨很可爱 就是普通的时候 阿姨有个待机状态 然后她闺女一上来的时候 就会切入控制不住自己的状态 就是 哇 阿姨 大家好 我是裴仙莹的妈妈 我来自富兰 富兰 您这个口音是典型的富兰 富兰 她很乖巧 挺发的 发 但是她找一个比较有三级型的 有爱型的 再一个他们两个都活得来 活得来 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 就跟你说 我妈妈可是我的加分点 她超棒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很难加分 没有 真的吗 她说得挺准的 阿姨从一上来到现在为止 一直干一件事情 就是夸我 我能不能给你造一个像 当然 你好美 真的 好喜欢你 好喜欢你 我也好喜欢你 我觉得你妈的家 真的要做得非常的专业 像苏宁苹果小程序 蔡国榴莲一元苹果 好 阿姨 现在你选一个 可以选一个自己心动的家庭 不要说出来 4号 4号 你肯定是选4号 好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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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苹果 为牵手嘉宾准备了定制礼物 上苏宁苹果小程序 泰国榴莲现实一元拼 3号是吧 我们要选吗 选了 算了 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有问题吗 是 谢谢 好意思 4号 孟老师 我想先送那个对方的 来面的亲家母喝一杯茶 有什么说法吗 今天我要一定要让女嘉宾感受到我们家的热情 好的 谢谢阿姨 谢谢 我一时有备而来 你好 女嘉宾 这个茶就代表我们是好家庭谢超姐 你可以好好请一下 我一好会说 你好姐姐 你辛苦了 不辛苦 你这个茶是改火的最好吗 对啊 各个关注谢超姐 你好饭这个家座 很会耶 我妈怎么什么都不会啊 三号再举手 女嘉宾 你好 我儿子一米九高 真的 性格很好 他很温柔 我们父亲不都带来了 真的 真的 我们家的名字盘的当作女儿一样 看待 谢谢叔叔阿姨 喂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三号男嘉宾 我想和女嘉宾直接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 好 来把三号的声音扣出来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三号男嘉宾 我可以和你互动一下吗 就是 来个公主抱 我想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 力量 好 你带着头套出来 那不会摔着我吧 等会显得我好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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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哪有 不行 好 好 好 谢谢 膀子好大 那你是不是介意 不介意 瞒得就是感爱 爸爸 好像一阵风一样的 出来就进去了 5号 我的儿子是一个非常有担当 而且非常努力 并且有能力给你美好生活的 赛哥 那阿姨 您儿子会喜欢我这个类型吗 现在阿姨喜欢你 阿姨现在喜欢你 我妈 我妈这么主动吗 5号在发言 阿姨你也稍微看你家一眼 这个目光 我总是看到你 ABC 轻透薄 让爱自在引动 我们看第一条片子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彭湘霖 这名湖南人 现在在上海工作 很可爱 很可爱 有可爱 有可爱 好看 这个好不好看 好看 这个呢 好看 这个呢 好看 好看 男生一定要有仪式感 因为我是一个仪式感的狂热爱好者 特别喜欢过街 甚至轻易街也很想过 哇 这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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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 我父母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离异了 我是属于我母亲把我带大的 喂 妈妈 我今天和男朋友去游乐场玩啦 下次再回家给你看啊 你要不喜欢就和他分手 哎呦 你不要哭嘛 如果我他男朋友我妈不喜欢的话 我可能不会跟这个男生出下去 亲妈妈的 我的初恋吧 他是一个理科男 喜欢带我去那种不穿正装会被赶出来的高级餐厅 画几何坐标柱状图分析我的出轨率 所以现在的我觉得男生的情绪很重要 木讷的书呆子绝对不行 我觉得选男朋友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收入是第一位的 物质是生活的基础 不想因为吃一顿饭买个什么东西都要纠结很久 她真的是个很直爽的女孩 不自爽不作 真的是 我觉得很真实 我像个冰块 希望你的持续温暖 希望未来的你能让我安全感十足 太害羞了 看你的片子 本嘉宾由真爱APP提供 好活泼 很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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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胆 稍微等一下 你是舞蹈老师 对 愿意在现场跳给我们看吗 好的 也好的 一起跳一下 看 动作多优美啊 看 动作多优美啊 真的 我唱得好甜啊 还有变啊 这个 这个还变 变了呢 我们一起学老叫 一起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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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面前撒个脚 还有一天后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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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过 我还听说过有人连植树节都要过的 是我 是我没错了 是我本人 跟底好啊 我觉得仪式感的话 不管是大呀 还是小呀 就是能成为我们以后的回忆嘛 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我可以保登吗 你有没有去过 你 没有去过 你 没有去过去 我可以保登吗 6号要说 有话要说吗 你好 女嘉宾 我是6号男嘉宾 好 谢谢 我看到 幸福的日常 有话要说吗 对 你好 女嘉宾 我是6号男嘉宾 你好 对 你好 然后你刚刚一开始有说 你想要有一个给你安全感的男生 对 但是我也没有刚刚那个出去抱你的高 我说话也没有特别的man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我觉得安全感不是说 你说话要特别man或者要怎么样 我希望是你自己能做好你自己 然后不要让我担心 然后跟其他女生自觉地保持距离啊 这样子之类的 了解 然后你刚刚还有说到仪式感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像圣诞节就一定要弄圣诞树 然后拍个照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人生在世中每一个仪式感像是灯塔 然后带着我们航行过去对不对 最后你还有说到你是慢热比较冰块的 我觉得我们很刚好就是温火煮冰块 我们可以煮得很长久 我准备回头上爆灯了 美少女爆灯了 这个就 刚才在那里边你说的性格收入长相 这几样东西里边你把哪一条放在第一 我觉得收入是第一位 我不要你大富大贵 我只希望说你能上镜 我不想跟男朋友以后 因为柴米油原酱醋茶吵架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成为我们吵架的蝶 如果物质生活都没办法满足的话 我觉得感情上也会有一点问题吧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没问题的 但我真的完全一点都不喜欢 就当朋友可以 当女朋友我确实不喜欢 喂 柴米油你好 我是一号男嘉宾 马上您转向我弟弟 一号弟弟 弟弟 就是我觉得我跟那个女嘉宾的年龄 我觉得相差比较大 所以不是特别喜欢你把灯灭了吧 好 女嘉宾不好意思 很凝重 很凝重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可是我觉得性格可能不太好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种你很难走到她的心里面 对啊 其实她还是想要更多的安全感 好纠结啊 喂 喂 孟爷 我是四号男嘉宾谢超姐 我有一个问题想直接公放我的声音 来把四号的声音扩出来 女嘉宾你好 我是四号男嘉宾 因为我现在我真的是一个挺纠结的人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意 然后我现在想我有这么一个问题想问你 现在你在家同时发生了这么几件事情 门铃响了 电话也响了 孩子在哭 水龙头没有关 你想上厕所 我想听一下你把这五件事情的优先级排顺序 我抱着孩子去开门 然后接电话 然后关水龙头 然后最后上厕所 好的 谢谢 我不纠结 她其实对于物质 我觉得她是一个不是那么在乎的女孩子 我觉得她的回答真的还是蛮加分的 孟爷爷 妈妈委托我说几个事情 就为什么女儿会提出收入是第一位的原因 是由于阿姨和云莱女嘉宾的父亲在一块的时候 然后呢阿姨付出了更多的情感投入 还有金钱上的投入来照顾这个家 那男方可能相对于阿姨来说程度 会相对弱一些 所以姑娘基于这样一个家庭的背景 她可能提出了男生要有这个收入的保障 刚才聊这个话题 我就觉得你听她妈妈一解释 我觉得有些事是有缘点 她的经历就带来了她对什么是看中 比如说她在小的时候看到她的父母的 这个婚姻当中的有些问题 可能给她留下了比较深的一个印记 我不知道跟她们离异有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在我生命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妈 父亲这个角色在我生命中 出现得真的很少 要哭了 真的 我想问一下你很喜欢一个男生 如果说你妈不喜欢你会放弃吗 孟爷爷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会有那个顾虑就说什么都听妈妈 阿姨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对 老师这样说 如果是我女儿淋淋她自己 坚决要跟这个男的我不反对 因为幸福是她们自己去过的下一辈子 我会争议她的 对对对 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阿姨刚补充为什么姑娘在台上一直说 都听我听我的 她说因为从小是阿姨把她带大的 所以她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呢 让妈妈觉得很有满足感 她就说了给我一点面子 就是这个样子 听妈妈的话 孝顺妈妈 对 不是说就 所以这个话得问清楚 你妈妈的解释就非常好 她不会干涉你们的婚姻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那是你的事情 未来的生活也是你们的生活 要把这个说清楚 打消他们的一些顾虑 我妈妈很相信我的 好的 美味百变 痴心不变 下面进入海天黄豆酱 反选环节 上去面叫三战子回来 没灯了 没灯了 灭灭吧 儿子1米9张 不好意思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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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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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阿姨 不要灭我 不要灭我 如果你是在坚持的 不好意思阿姨 谢谢阿姨 没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要灭我们家 我们很喜欢你 李嘉宾 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会给你非常爱的 好尽量 我们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而且有担当的 听大家的心声 观众的眼睛在最亮的 现场的观众拿手机出来 下载剧头条 请猜一下牵手的结果 瓜分百万大奖 不好意思阿姨 不好意思 实在对不起 她也已经暂时无聊了 我们来看两个家庭的背景资料 谢超杰25岁 家族物流公司管理人 6号 彭伟长25岁 国际课程导师 李白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下面进入李白甜蜜情报环节 大家好 我叫谢超姐 平时爱好做饭 她走对了 我女儿不费做饭她喜欢做饭她 走心回路的秘诀呢主要在于 好看就行 要想男人心目花多 是咱家西兰花 今天做的是红烧肉 好 谢是红烧肉 很贵耶你 我都冲头水了 如果说还有更想了解我其他的福音的话 我觉得女嘉宾你可以好好跟我聊一下 这小餐也就对吗 乱啊 下一条 大家好 我是横卫诚的妈妈 我的兴趣是脸花蓝草 喜欢种种花草 让自己每天心情很好 这是我儿子喜欢的 我也会跟着季节 我会做一些作品 像这个是我在圣诞节做的 圣诞花蜆 我也会把家里的花草 弄成一个盆栽装饰 希望未来的媳妇也喜欢点花蓝草 问你个问题 对方哪个家里 我想问一下 阿姨和叔叔最近亲你的是什么时候 老老老 这是一个长长的过的事情 我呢 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早晨化好妆穿好衣服 我会和老老公拥抱一下 然后坐她的车去上班 我这么累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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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 爸爸上班的时候 我们都会拥抱一下 然后亲一下嘴 亲一下嘴 好甜蜜啊 甜蜜 很甜 好喜欢那一位 好喜欢 对 我们家还蛮甜蜜的 很幸福 有请4号 6号 4号 4号 加油 谢谢超级 我们来看看你妈妈选的心动家庭是哪一个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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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拨单就像《珍爱》 &&&&与喜欢的嘉宾视频相亲 两位 来表白的时间 4号 女嘉宾刚刚我问了那个问题 其实她的五个选项 分别代表着某种意义 想上厕所代表着自己 水龙头没有关 代表着金钱 而女嘉宾和我最相似的 一个选择就是排序 都是把自己放在了最后一位 她说明了什么呢 我的理解 说明这种测试题根本没有用 特定玩 特定玩 来 你继续 反正今天站在这里呢 我想对女嘉宾说四句话 我听说过许多常识 喜鹊在家里面安家 是有好兆头 欢迎光临的时候 要面带笑容 你仔细听我说的这四句话 第一个字才是我想跟你说的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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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甜 你这后边说的可比你那个测试题高级多了 来来来来 6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6号风卫纯 然后我刚刚爆灯了你 因为我觉得你是我理想型 非常理想的那种 因为你长得很可爱 谢谢 你刚刚有说到你的个性是比较直接 对 我刚刚一进来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就说我想找一个直接但又长得可爱的女生 像是你一样 她真的是动心了 然后后来看你的影片之后我爆灯了 因为你说那些有关你的价值观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是很相像的 然后最后就是刚刚看到你跳舞的时候 我已经看得目不转睛 就是我一直盯着画面 完全停不下来就一直看 就觉得好漂亮 因为我会乐器 然后想说你跳一支舞 那我给你一首歌 好 好漂亮 好漂亮 好看 好看 这不是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满满的求生欲 满满的求生欲啊 次豪 几秒钟之内 就开始加入进牌了 孟爷爷 我刚刚最想 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真的很紧张 我一直在出手汗 因为此情此景太面熟了 我上次就是输给了 来自台湾的凯伦小朋友 我选择哥哥 这次上来又是台北的小哥哥 我觉得压力真的很大 而且女生都是湖南人 对对对 上次到话女嘉宾也是的 都是湖南人 湖南妹子在上海工作 又是湖南姑娘在上海 对 都是湖南的 你旁边竞争的 又是台湾小哥哥 对 就真的很难选了 问两个男生 最后一个问题 你旁边竞争的 我上来之前看了一下日历 快到历秋了 你们会跟我怎么过呀 历秋 这辈子爱过节 我想起来了 历秋再爱过节 我的妈呀 我第一次听有人问历秋怎么过 历秋啊 想一想历秋怎么过 历秋的话 其实现在女孩子 有喜欢过6月儿童节的 什么女生节的 历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把她放进为一个节日的 但是我觉得 24个节气 就是24个节 好 好 如果说历秋的话 那就是虚寒温暖 为你添衣加倍 历秋 我不知道历秋可以过什么节日 因为她不是一个很常人 会过的节日 但是 但是如果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就会问你 你历秋想怎么过 我想要知道 从你那边学习 你的每一个 你想过的东西 每一个仪式 就是你可以教我 我可以教你 我觉得谢超杰压力好大 他会不会终结上一次的 那个噩梦 应该不会 下载去头条 教你选男友又能领同胞 4号和6号 你的选择是 5号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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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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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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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先4号 要把他先给你 5号 4号 4号 现在打开去头条APP 参与竞猜嘉宾相亲结果 瓜分百万大奖 下载去头条 看更多相亲资讯 去头条APP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苏宁苹果提醒您 新相亲大会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去头条APP 独家冠名播出 现在就去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下载去头条 竞猜嘉宾牵手结果 瓜分百万大奖 想拖单就上真爱APP 1.7亿单身好青年都在用 感谢高端香氛媳护品牌 阿道夫大力支持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ABC轻透薄让爱自在营动 感谢个人护理品牌ABC的支持 爱丽丝特有健康有未来 感谢爱丽丝特按摩椅 为本期幸福情理家庭 提供女王按摩椅 不要听观众的 观众有叫4号的 也有叫6号的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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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 感谢观看 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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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以我的观察呀 两个小伙子条件真的差不多 都很优秀 各有各地打动她的地方 最后关头 我不知道妈妈的意见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儿 我是这样的啊 因为她这婆婆也在这里 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子说 对我女儿要好 我绝对地放心 她如果对我不好 也对不起这些观众的 阿姨 如果你以后 未来对她说你不好 你会不好意思的 她会不好意思的 而且不光是现场的观众 这一播出 全国爱的观众的 就是说的 放心吧 秦家母 一定会让你放心的 阿姨吃的定心完了 有保障了 苏宁拼豆 为你送上泰国榴莲 上苏宁拼豆小程序 搜新乡亲大会 泰国榴莲一元拼 其他男嘉宾吹萨克斯的时候 就是我的注意力 没有在她身上 然后她突然唱歌 我还蛮激动的 是一个蛮聪明的 刚蛮高的男孩子 阿姨吹动 我说不行啊 不得活啊 对不对 我会发现我 其实还有很多缺点 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 情商高吗 情商太高 我的缺点是缺点你 幸福时刻 赫朗特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您 有请新的四号家庭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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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沈晨 来自东北辽宁 目前在上海一家 做游戏和影视的公司 做商务总监 如果针对我喜欢的姑娘 用一道美食来形容 我会更贴界为 她是我喝到的一碗好汤 什么喝到的一碗好汤 好汤 一碗好汤你是越品越有味道 越品越有回味 用史下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一生两人三餐四季 好湿意 用一道菜来形容它 小山猪 你刚才说的爱美食 对 我有两个小问题 你认为最好吃的蘸酱是 海天黄豆酱 你认为最好吃的点心是 港容蒸蛋糕 100分 100分 这么高的吗 这广告好声音啊 孟非老师好 我们说让我等得好辛苦 终于见到了活生生的孟非了 大家好 我是沈辰的阿姨 俗话说得好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们来得刚刚好 但愿三号女嘉宾能跟我的外甥 对上演员 她们一家说话都会不会有特点 欢迎你们 来 先入座 本嘉宾由真爱APP提供 下载序头条教你谈恋爱 又能领通胞 有请三号女嘉宾 大家好 穿这样的裙子 我也可以 对 这有点意思 这个高 要抢了是吗 可以直接走进婚礼殿堂了 可以直接走进婚礼殿堂了 孟老师好 大家好 你好 我叫刘朔迪 今年25岁 来自北京 刘朔迪是吗 那个字 迪 迪 对吧 我觉得还蛮搭的 可以 现在在北京从事医药相关的工作 我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的生物材料 以组织工程专业 我觉得5号家庭肯定会喜欢我们 最专业特别 我学霸 高台车 我虽然听起来像一个纯礼坤课声 但是我的兴趣爱好也挺多的 像什么唱歌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我也爱唱歌 我来让她唱个歌 来个情歌对唱 这边是你的 中间的是我的妈妈 然后右边是我表姐 跟大家找个通话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刘朔迪的姐姐 特别希望我妹妹能找一个有趣的 做事紧紧有条的那种男生 我再补充一点 希望那个男嘉宾能是有上进心 有责任感的这么个男士 上苏宁拼购小程序 泰国榴莲一元拼 那先选一个心动家庭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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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拼购为牵手嘉宾准备了定制礼物 上苏宁拼购小程序 泰国榴莲现实一元拼 三号 有问题吗 三号 那女嘉宾 其实我儿子呢 跟你差不多真的 她喜欢那个运动 而且你的身高也跟她特别配 真的 希望你关注 聪明 我很笨 我可以问一下 您家儿子就是多高吗 一米九 好像 是 好高 你稍微克制一点 因为毕竟不是你找对象 我们先来看女嘉宾的片子 这趟旅程 从亮到暗 从我 到你 一切皆有可能 笑比较甜 我叫刘瑟迪 硕士毕业于伦敦大学生物材料专业 正在一家医药公司 从事临床医药研究 我是特别典型的工科女生 我想法直接 喜欢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事情 这个我喜欢 这想法直接的 对 这是啥 你真是 你真是 画法当了 我在生活中非常独立 不作 不依赖别人 一般很多事情都愿意自己来做 我生病了 会跟男朋友说 我打车回家了 会觉得如果要是再叫她 再接我 然后再送我回去 还不如我自己直接打车回去快 很独立的一个女生 对 对 她不是那种很多的女生 我的前男友有点花心 后来我去英国读研 跨年晚上我收到朋友的截图 是我男朋友跟女生一起跨年的照片 我就在泰晤士河边跨年烟火下 直接把她删了 一个字都没说 正是觉得这个烟火太美了 谈恋爱实在是不太值得 北京大妞那种感觉 最快乐的生活 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就真正知道了 享受生活 爱自己 我还是挺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 我是搞理工科的 脑子比较直 太过文艺的 不太聪明的 我都受不了 希望你的出现 可以让我不再那么坚强 要聪明的 笨的不要 4号爆灯了 来 女嘉宾 你好 我是4号男嘉宾 我叫沈晨 我也是学工科出身的 但我比较能够理解 就是用工科思维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还有玩过翻船 还有在参加过话剧社 那我就相当于是一个 非典型的工科男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你的一些想法 同时能够给予你一些 别的新的东西 大家能够携手一起成长 谢谢 谢谢 4号那个样的 就是她爸爸的形状差不多 对 喂 喂 孟爷 我是6号男嘉宾 可以帮我转接我姐姐吗 6号姐姐 对 喂 姐姐好 我很喜欢这女生 她跟我有差不多的经验 然后而且她很不多 就很独立 然后她刚刚说她会唱歌 对不对 我就想说我想听她唱一下歌 可不可以 好 就是我弟弟说她很喜欢你 因为她很喜欢就是独立的女生 你刚刚说你会唱歌 然后她说可不可以请你唱一首歌 哇 这个没有问题 好 那孟爷爷可不可以邀请 就是如果有男嘉宾可以 可以啊 一起唱歌的话 就是这首歌很简单 就是看谁愿意跟我一起 私奔到月球 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 全都会 谁想唱就可以加入一首歌 哇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一人 在错过很多幸运 有你一起看星星在斩重 这一刻不再管为什么 不再去猜测任何人 心和心 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 牵着手 似乎没有太起头 七八九我们四门到月球 让双脚去疼痛 让我们去感受 但无用的灯笼 一把月球撑着热感动 你多 dist AU PD ýAES就是神殿荷 胁多的能赚 � Mongo Rudin 这首歌里就不是只能分开 混音一下也蛮好的 你回来转弯的半径好大 快 radio 刚才是6号在唱吗 刚才是我唱的 我是6号 谢谢 谢谢 我喜欢你 我希望以后可以跟你一起唱唱 一起唱歌 刚才我还想 我还没有走到台前医院 就想好了 幸亏男嘉宾先开始唱了 其实我刚刚也没有准备好 歌就突然下去了 但是看到你我就觉得 我现在马上要唱了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谢谢 你刚才片子里边 你说的太文艺的 不太聪明的 你都受不了这种类型 我主要是不是怕我受不了 我是怕对方会受不了我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 我不够文艺是不是太直了 就是那种理工科 那么感觉不舒服 不舒服 不舒服 喂 莫爷爷您好 我是1号男嘉宾刘辉元 辉哥的弟弟 刚刚看那个VCR 我觉得我跟女嘉宾反差太大了 他是属于那种学霸型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很潮 很前卫 很个性 很文艺的男生 所以我觉得我跟女嘉宾不太合适 帮我说一下 然后把灯灭了 谢谢 好 女嘉宾你好 然后我哥呢 他说你不太喜欢太文艺的男生 然后我哥呢又特别潮 他觉得他配不上 不好意思 好 没关系 谢谢 谢谢 喂 哎 莫爷爷您好 我是3号男嘉宾 3号 你好 给女嘉宾说 我看起来不聪明 哈哈哈哈 你说我看起来像个牙子 像个牙子 看起来像个啥 看起来像个啥 爸爸没有理解 很懵 直接一点 你说我不太聪明 可以 大写的懵写在脸上 很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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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 我儿子了 他说他看上去很傻 像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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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这个爸爸忠实地传达了 儿子刚才说的 他说你就这么说 就是我看上去像个傻子 阿姨都磨了是吧 说傻子 我觉得 我觉得说自己傻的人 应该从来都不是傻 真傻 我觉得他可能就想等到 你这个判断 美味百变 痴心不变 下面进入海添黄豆酱 返选环节 上去灭掉三盏灯 我现在的 不懂这些我儿子 我儿子很帅 叫他灭灯 他刚刚傻傻的 他其实很傻傻的 我儿子 灭灯 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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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灭灯 他今天要灭吗 他不会灭你的 灭灯 不好意思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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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的 一定 那算了 好的 三号和六号留一个 灭了吧 灭了 灭了 我刚刚都唱歌了 应该要留我吧 灭那边 灭 搞他灭他 灭上面 谢谢师姐 也谢谢 来 我们看一下 两个家庭的背景情况 四号 沈晨 29岁 游戏公司商务总监 六号 彭伟诚 25岁 国际课程导师 立白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下面进入立白甜蜜情报环节 很遗憾不能来现场 我想了一些话 给儿子加油助威 沈晨 你看这长寿花海正浓 像不像你三十岁 提前开放的爱情解放 活不足够够够够 沈晨 你看这身上金黄的幸福 像不像你剩下的爱情果实 香香甜甜 沈晨 你看这个花间 像不像你们未来的厨房 人生的少年 人生的少年 希望你们的爱情 这段爱情果实 在这里孕育 沈晨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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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大家好 我是Vincent姐姐 然后她平常就是一个生活白痴 所以我在想 她的房间 应该挺乱的吧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 突击一下她的房间咯 她叫牙手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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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咯 拜拜 哇 学六好不错 问两个家庭问题 想问一下两个家庭对于孩子 教育是不是从小会让她上很多补习班 还让她自己去发挥这样 你们有了孩子以后需要怎么培养 有你们自己决定 好 了解 谢谢阿姨 6号 我妈小时候就是让我跟我弟弟上很多的补习班 然后我们都非常不开心 非常不开心 然后所以我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意见 就是说我以后不会让我的小孩放补习班 然后并且让她是全能发展 让她自己就是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 了解 了解 谢谢 有请 4号 6号 我想问一下6号 你第三次出来的感受是 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好 我们看一下心动家庭 3号 哇 看一下3号的基本资料 黄欣25岁 体能培训机构创始人 想拖单就上珍爱APP 与喜欢的嘉宾视频相亲 女嘉宾 你好 在第二现场 然后看到你 就整个状态能读出来 其实你挺紧张的 都说你会比较独立 但实际上哪一个女生不需要人来疼 来有人爱呢 对 所以这一点我是能够非常理解 北方女生独立 也能理解她需要人关爱的那种心情 非常的喜欢你这样的风格跟类型 6号 女嘉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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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说一句6号 6号先来 6号 6号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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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你好 我是6号的彭慧晨 然后我特别喜欢你 特别独立 你是理工女 你不文艺对吧 可是你说你喜欢唱歌的话 代表其实你是个理工外皮 但你内心是个文艺女 就跟我一样就是比较不会表达 但是你面其实是很文艺的 然后我希望你喜欢唱歌 我也喜欢唱歌 然后我希望我用我的歌声 可以打动你 打开你文艺的那一面 3号 女嘉宾你好 好 就是刚才我叫我爸说我真傻 是真的傻 不是很聪明的那种 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我爸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然后能我也跳个舞吗 好 好 谢谢 谢谢 不不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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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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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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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 5 5 6 5 6 5 5 5 6号 他说撒娇 我不想看安娜贝尔拉 我不想看安娜贝尔拉 还要少饿饿游 为什么这么享受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在台上展现 可能都是自己 特别强 然后比较独立 又很慢的样子 我想看他们 比较可爱一点的样子 下载去头条 教你选男友又能领悟包 好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你的选择是4号还是6号 6号 6号 6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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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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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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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6号 6号 大会 泰国精神榴莲 现实一元拼 想脱单就上真爱APP 1.7亿单身好青年都在用 立白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本节目由幸福助理官立白赞助 ABC轻透薄 让爱自在营动 感谢个人护理品牌ABC的支持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 特别支持播出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丽丝特有健康有未来 感谢爱丽丝特按摩椅 为本期幸福情理家庭 提供女王按摩椅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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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 有请嘉宾进入阿道夫 《相爱》参加战 当时全场都在喊六号 你想到女儿会选四号吗 因为我跟女孩的妈妈 一直待在一起 其实妈妈的有一些观点 已经帮着女孩的选择 做了一个铺垫了 就是简而言之 就是女孩喜欢的 还是逻辑和智慧是主菜 但是她的才艺 她的浪漫是辅助的 这样一个整体的形象 阿姨 我说的对吗 对 就是我觉得姑娘 比画面里面要瘦很多 对 刚说的时候 我觉得男嘉宾挺斯文的 然后看上去 就是挺成熟的 所以感觉也挺有缘分的 节目到现在了 你不看手表 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吗 5点半 不 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幸福时刻 赫朗特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您 感谢传承300年 调精书与好容颜的 广域丁坤丹 为本场女嘉宾 提供暖性礼品 谢谢收看今天的 新香气大会 下期投影时间 再见 感谢去头条独家冠名 感谢苏宁拼购特约赞助 感谢合作伙伴 海天黄豆酱 狼牌特区 感谢真爱APP 定坤丹 阿道夫 丽白 ABC 港容之蛋糕 爱丽丝的按摩椅 对本栏目大力支持 新香气大会话题自发谋 参与话题讨论 聊一聊对节目男女嘉宾的看法 和节目热点话题的看法 我们期待你的观点 来网易新闻网1号 超级IPG频道 看更多新香气大会 第二季精彩短视频 下载抖音APP 关注新香气大会话题页 看更多精彩内容 关注新香气大会百家号 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您可以登陆大蓝镜APP 新浪新闻 搜狐新闻 腾讯新闻 网易新闻 UC头条 扎克尔 一点资讯了解节目相关信息 同时可以上 兴旺娱乐 搜狐视频 腾讯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360娱乐 了解相关新闻 感谢报名渠道支持 知态网 世界家园网 百合网不见不散 两颗红豆 UniFuture 敬请关注七星期间 在哈尔滨文化公园摩天轮 长途活色天香游乐园摩天轮 南京百家湖1912街区 梦幻指环摩天轮